今天清晨5点多,消防局获报宜然市民权入二断一栋透天处发生火警 立即出动宜然,撞为原三分队人车前往抢救 抵达现场时,发现一到三楼都冒出黑烟 经过抢救火势在6点27分获得控制 7点13分熄灭,清查现场无人伤亡 市长江中原得知辖区内民宅发生火警 也在第一时间前往关心 并指示相关客室提供垃圾轻运和人员安置等方面的协助 后续也会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复原的评估 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 我们感谢基督教宜然长老教会 提供给受灾户要来暂时居住的一个地点 另外在火厂的户源上面 有协助需要轻运的部分 宜然施工所这边会来进行 另外在整理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请专业人士来进行复原上面的一个评估 另外宜然这个益销的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 抢修鞋跟安全帽都有一些这个年限了 我们也会利用今年的这个灾害 这个设备的相关款项 在交用这个预备金来予以致印 在宜然市益销所有的这个抢修鞋 及安全帽照明的这个开放上面 今年度也会提供新的设备 让他们可以在防灾上面的一个使用 增加一个更加的安全性 这场火警虽然无人伤亡 但却延烧左右两侧邻居 共造成三间房屋受损 至于真正的起火原因 正由消防人员调查厘清中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